各位美女晚安 歡迎來到這個學菲心集錄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場合 開放知識相當不關心的朋友 來跟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數位時代 我們過去看待 這個數位時代 它對於我們製品模式 站在怎樣的充值 它對於我們民主是個機會還是個危險 所以等一下呢 那他們兩位開始的交代就是 希望保養更多的討論時間 所以請問一下問題 請盡量提出來 盡量保養更長的溝通交流時間 所以都可以盡量在腦袋的形成你的問題 那我今天在正式的論壇開始之前 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講者 那我先介紹第一位講者 抱歉 因為我的大文的發音非常糟糕 所以念他你怎麼帶標準 好 好 大家掌聲 好 好 好 第二位 十六萬 好 第三位 還是 如果在台灣 你平常在 我們陸世界的高雷 認識到這個本部 我們陸世界的大型集人 就是 許子凡 旭 好 今天 就先從 Carolina開始 開始 看一下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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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國民國政黨的投資 我們要加拿大利亞 謝謝大家 大家 我們要來臨 這是Caroline Corball 我聞到DemocracyOSFrance DemocracyOS 這很明顯 入住在冒棄 是一上面二十二 這是開放電的 我可以拒絕和拒絕,拒絕和拒絕 而我們在法治,我們是一個伺服的伺服 而我們嘗試提供應的領域 到最多的領域,公司或公司 各位朋友大家好 Caroline是這個DemocracyOS 這個組織 這個開始是在阿根廷創立的 主要是讓民眾參與,討論公眾議題的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很重要的一個是 它的軟體的部分是open source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取用他們的軟體的部分 然後去複製這樣的平台 希望的目的就是提高民眾參與公眾議題這件事情 他們在法國現在也在推行這樣的一個工作 再次開始,我也想要感謝 Français,Caféphilo 我們這晚為了我們 是一個機會 來跟你們 來跟你們 我們希望 能夠更加接觸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不要客氣,他們非常喜歡也習慣跟各位 如果大家有關,我提出了一件事,我提出了一件事,我提出了一件事,我提出的 科技技技術,科技技技術,科技技技術,和革命的改革 我在中共的消息是有信心的路上,在美国政府上,和中共的尼伍 也在中国政府上有信心的力量,社会的信心 他们在共产党的信心中有信心 也在他们与别人的信心中有信心 有关于中国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有信心 我们有很多事与社会的信心 而在同时,我们看到了 中国的信息是在地区域的信心 在外面的建议中心存在的地方, 它们从而被社会增加的游戏, 他们们在其中处的表现, 它们在参加任何人的投资, 在参加任何人成为活动。 那作为首位讲者, 凯文in说她要为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议题。 那其实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民主化 跟数位化的关系, 这样的议题出现, 基于两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是说贷义制民主在许多的所谓传统的民主国家里面遭遇到一个危机 那许多的年轻人或者是社会族群 他们觉得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意见没有被名义代表所重视 或者说被传达到有关的单位 那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好像是被漠视了一群 那这是第一个现象 第二个是说这个相对于就是刚才说的 对于这些民意代表的这个不信任或者说代义制民主的这种怀疑 那同时间崛起的是数位科技资讯科技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没有办法 没有这些科技 而且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他们可以让一般大众可以参与 可以发表意见可以参与讨论 那么这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就是 CivicTech这样的一个新的工人科技 这样的一个出现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数位化与民主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那里面发生了一些产兴讨讨讨论 他们要练习这些问题 然后他们发现一些连接, 这些人有关技巧的技巧 这些人发现了一些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技巧 和技巧的技巧 为提供的接触 那些人先提供 所以在2012至2015 有很多东西有所发生的工具 這些技術可以告訴大家, 包括一些民主人的思法, 構造他們更大胸凍結合我們 這些技術是有關於行政黨的, 這些技術 variety 使用更加劇情的制度, 使用更加劇情的投資, 或使用更加劇情的技術, 使用更加公開的公民, 使用更加公開公司的資料, 使用更加公開公司的資料。 所以,因為這兩個現象, 所以,開始有一群社會工作者, 社會運動者, 他們跟駭客的族群見面, 相遇在一起,一起工作, 產生許多的火花。 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 這樣的兩個族群在一起, 可以說, 創造出許多新的工具, 公民可以參與政治的工具, 主要有五個方向, 第一個是讓公民可以知道這些議題, 然後了解這些議題, 第二個是說, 這些科技可以讓所有的公民, 或者是社會運動者, 他們動員起來, 在科技議題上動員起來, 透過網路,透過諮詢科技。 第三個是說, 他們公民藉由這樣的科技, 可以參與政府, 或者是有關當局的決策過程, 參與市預算, 這樣的計劃。 第四個是, 不只是參與決議, 甚至可以參與立法, 立法的過程, 可以有民眾的意見, 加入民眾的公民討論, 然後還有專家的發言等等。 最後一個是說, 在政府的公民討論公民討論公民討論, 這些新的科技呢, 也提出了非常大的進步, 所以在2012到2012之間, 都要進行的話。 今天, 我們在設計較為科技, 和豎穩德、 在如何他們進行的政治政治, 在歷史學院生活, 對時經歷的外科技呢, 我們知道就會出現很多的技能、 為方式有進行的設計劃, 在其中一個伊勤流行的盡力, 都有更多工具, 在接成所有的機器, 學習經濃動機密也開始做了, 但是在同時, 在意見面、 而且靠近的手指基,它是唯有力量的, 这 marks苹化,是最快驳啊! 这些人可以先能够无论的程度的能量的活动, 这些人没有了一些学生能力量的科学, 我们之后,作为手掌技能倾向的技術师, 进行为手掌技巧的手掌技術师, 在發展出這些科技已經有一段時間,從2002年到現在 所以他們開始觀察,以法國為例的話,這樣的Civic Tech在法國到底是有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社會大眾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有使用,有能力使用這樣的工具 那麼在仔細的經過這段時間的分析之後,他們發現雖然Civic Tech已經有造成許多的可能 但是基本上還是他所能夠觸及的,基本上還是比較年輕的族群 或者說本身就不會畏懼網路科技或者數位科技的這些族群 那麼所以雖然他的目標是非常宏大,是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夠參與 但是實際上還是有一定的落差,那麼所以他們目前也在努力的思索 就是說怎麼樣可以讓這樣的工具,可以說是在這個現在的數位社會 數位時代就是大家生存必須要掌握的這些科技呢 怎麼樣真的讓它落實到這個計畫,讓所有的公民都能夠掌握它 然後善良它,甚至利用它來參與,決定自己的命運 決定自己的社會的走向 首先,我們認為這些技術的技術都要是開放鬆的 是要求的,是要求所有的技術 是開放鬆的,開放鬆的,開放鬆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這個技術 可以看出這個技術 可以問出一個技術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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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供出的信息 可以提供出的信息 這是一個信誉的信誉 但是在最大的需要, 我们完全需要保持的确讯, 但是它是没有关系, 但是它是一种一种项目的一种项目, 但是它是一种项目的项目, 而是一种项目的项目能够到尽量, 所以它会更加多职位, 为他们的兴奏, 让他们的兴奏能够到来的兴奏, 那就能试黑 num Jamaica 但是我们的多份的地方 有关的公职的公职 也有多种活用的公职 也会订阅中一些用途的东西 用途的手估计 为他们的使用途 是最重要的视频 那儿的供应 是所关于产品 这些优λ奋的沙路 会正在美情否则 一些产品共的计 即使等我们参与对大量,的规短法, 全能不能确认 Sep 大家想想一这些信息 一下我们在中国做饭 是一切人性 有以ore有标志 觅可以与事情 与传行游总共事 传门 ET年代表 到立所设计 好像有模的信息 那一定需要继续 文件官员 需ries 顿所有众 能较 profes ั « Have my 剛才說的就是讓公民科技真的是屬於公民的這件事 那他們在法國所推廣的方向大概有四個 那第一個是說這個是最基礎的 但是也是不可破缺的是 這些工具必須要是open source 就是它的這個編碼 這個必須要是公開透明的 然後任何當然不是說所有人都懂這個電腦語言 但是你如果可以有一個朋友是懂得這些的 然後他就可以解釋給你看 他可以看到 然後不會說全部都是隱藏出來的 那可以看到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呢這個就是你可以知道說 這後面不是一個黑箱這個黑箱作業 那後面的他的這個評算啊這個 本的國籍是什麼都可以被檢視都可以被這個確認這樣 這是第一件事 再來是這個這些工具 工具必須被覆覆計畫被推廣 那我們知道有些地區喔 這個它的數位的建設 基本上是比較有落差的 那有些族群它對於這些科技的掌握也比較弱 所以呢 這個必須要去推廣這個數位的這個技術的掌握 還有這個數位的這個工具的能力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是說 在創造這些公民科技 的這些軟體的時候 那可以盡量的讓民眾 然後不斷的公民去參與 那當然是透過這個專家跟公民一起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訪得說 如果我們覺得什麼東西很重要 什麼樣的這個運作 或其實是必要的 必須要加入我們的軍坦或者我們的工具 所以是在工具的創造上 也這個大陸這個使用者的意見 那第四個是說 它目前正在等於說 試著就是寫一個公約吧 就是使用者 這個創作者 然後不管是民間的這個地團體 或者是公家政府機構 他們對於這些工具 這些Civic Tab 必須背後的運作要符合哪些價值 重要的價值有哪些 然後把它寫進一個公約裡面 那再由所有人去簽署這個公約 那你確定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工具 它在被創造出來之後呢 它確實是對於民主化 對於公民參與 是有正面的影響的 而不是由一群少數的技術者去掌握 然後推行他們的意識形態 然後最後一位參與 我會再解決實說 我會結束之後 我會結束這位資料 然後再去出發 再加強迫 我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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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主題 未來有機會,也有很多人的 NGOs,有多項合, 我們在一大力量的能力, 我們有各式的公司,我們有各式的建議, 我們有各式的交易和學會, 我們有所在發生的講述, 我們有各式的開會,我們有各式的建議, 我們可以一起聊天的上的價值, 我們可以在這項目中的發展, 我們可以在這項目的發展, 我認為現在是一項目的, 我觉得它们最后一个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說其實在全世界在進行這樣的工作的 不管是駭客或者是社會運動者 或者是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非常多 大家截至目前為止常常是有一點閉門造句的方式 那麼他們認為現在該是時候 就是大家團結起來把互相的經驗分享出去 然後不要大家每次都在重新發明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這個工具的一個部分已經有人寫出來過了 那也運作得很順利 或者說有哪一個部分有人有經驗的話 那麼必須要全世界的工藝科學Civic Tech的工作者 他們可以結合起來 然後不要浪費太多力氣去重複做不必要的事情 那所以就是他們現在努力的最後 也是一個他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好,這就是Galudina的經驗的專頁 那麼現在歡迎第二位講座,Yuan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在此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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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我聪明 我聪明 我最后 我会表现 我会表现 我现在 我认为 我认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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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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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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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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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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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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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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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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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国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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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常 那时候 所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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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因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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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